你好,政教論壇,大家好 這部影片播出是10月12日 大家好,我們這次想嚴重的話題 就叫做《隱藏的西史》 好,我們先入正題議 請大家訂閱,何志光有受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還有這樣 請你們每一天的12點或晚上的時候 看下什麼影片出 七年戰爭,我覺得是挺神奇的一場戰爭 英國來說,基本上 他在歐洲只有一個盟友 就是紫色的普魯士 這裡是一個橙黃色 這個其實是奧地利 奧地利中間會有一條線 就隔開他,匈牙利和他 拆開了兩塊 其實是一個國家來的 因為那條線是原始的神聖羅馬帝國 那條國界線 那條國界線基本上是廢的 所以你說普魯士 起碼就是給 兩個天主教國家包圍先 一個就是波蘭 一個就是奧地利 兩個天主教國家之餘還有法國 當然法國和奧地利之間 隔著一堆碎碎碎的小國家 因為那時候 掛名神聖羅馬帝國還沒有瓦解 但是基本上都沒有什麼作為 所以這些碎國家 可以說德國來講 可以說德國來講 那時候還沒有真正成形 是一個德國 令到他裡面這些大堆 神聖羅馬帝國下面的這些國家 其實就會被法國 被奧地利 和波蘭欺負的 這個就是這樣的形勢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英國佬呢 事實上 和法國反面的時候 大家計算一下數 大家就決定 將英國在歐洲大陸裡面的唯一盟友 普魯士重重包圍 他當中裡面 我們之前說過 有一個打仗很厲害的 我們叫做肥德力 大帝 但是我覺得也不需要神化他 但是在這場仗裡面 他不是打得特別好 也打得快要死 但是很神秘的 除了這大堆天主教國家 包圍他要打謝他之餘 俄羅斯也有參與 打普魯士 即是說東正教天主教一起打 普魯士這個國家 本身就是一個新教國家 所以可以說一句 這場仗也有宗教戰爭味 因為英國是一個新教國家 北歐的國家 其實他們是新教的 但是早期已經被俄羅斯在大北方戰爭裡面 已經打謝了 總之 他們打輸了之後 即是北歐這些 譬如瑞典、挪威這些 輸了領土 令到 比特大帝擴展了他的版圖 去到波羅的海 拿到聖比特寶 俄羅斯直接把首都由莫斯科搬到聖比特寶 所以聖比特寶 作為俄羅斯的首都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1997年 但是當然 什麼都好 包好國家打怕了 所以不會幫你 普魯士 普魯士變成了 唯一一個新教國家 被一堆天主教、東正教國家 不斷狂為修 故事是這樣 但是 打打一下 一個很神秘的現象出現了 因為當時 這個 俄羅斯的女王 叫做伊利沙伯女王 伊利沙伯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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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762年 在1762年 死掉了 我這個表裡 這一行 是德國加西班牙的 在1762年 在1762年 即是說 在7年戰爭都打到 在1762年 伊利沙伯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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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但是 他是沒有子生的 所以 他就找了一個 侄子 去接他圍 那個侄子 叫做 比德三世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 比德三世 究竟是 為什麼他會這麼喜歡 普魯士 可能掛名 是一個 東正教徒 可能 暗裏 其實是一個 比德三世 其實是一個 比德三世 但是 怎麼也好 比德三世 在1762年 接位之後 他馬上殺停了俄羅斯的軍隊 他不再進攻普魯士 反轉頭 甚至要保護普魯士 無論怎樣也好 在1762年的時候 發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件 比德三世 他也說 他不是正統皇室的後裔 因為正統那一支 就已經說 那個女皇武制山 又死了 那 玩完了 那他是一些 旁枝入計 他一入計 其實他不應該 這麼擅自 改動俄羅斯的軍事政策 但是他為了救普魯士 這個邪教國家 普魯士是新教國家 新教國家 我都說了 就是猶太人控制 那這個呢 會不會 比德三世 這個皇柱 是一個猶太人的間諜呢 我就不知道了 在歷史上 我分辨不了這麼清楚 查不到這麼多資料 如果是的話 就真的是傳奇的 你說一個猶太人 其實俄羅斯 他由比德大帝開始 就已經傾務西方 比德大帝 他在1700之前 附近的時間 18世紀開始 他甚至去過荷蘭 去學一些技術 想把俄羅斯轉型 變成一個西 更加西化 比德三世 其實是承繼了 比德大帝這種 傾務西方的思潮 但是比德大帝來說 傾務西方 還是傾務西方 他最重要是俄羅斯要座大 俄羅斯要挖起的話 要打新教國家 就打 我打你瑞典 就打你瑞典 但是比德三世 的確他一上位 他就無條件去幫 普魯士 真是神秘到 嘔不明白 為什麼 除非比德三世 真是被猶太人控制的一個間諜 所以其實他殺停了俄羅斯的軍隊 沒有再進攻 普魯士最後捱過了七年戰爭這一關 之後才有機會普魯士統一德國 再掘起 搞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如果這一關 真是說你比德三世 沒有救你普魯士的話 普魯士就玩完了 普魯士玩完了的話 那時候的世界格局可能就是 到奧地利統一德國 德國變成了一個天主教的大國 可能是打壓新教 這個很正常 如果你說猶太人在這個位置 扶植了一個間諜上去 那就要問了 伊利三八 這個沙皇 即是俄羅斯的女皇 會不會也是猶太人弄死的呢 又是考救不了的 身體不好 但是會不會被猶太人滲透了呢 這個不是胡說話的 因為其實 原本 德裏的猶太人 本身就是居住在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 所以俄羅斯跟烏克蘭 其實就是那時候的俄羅斯帝國 其實有很多猶太人在這裡居住 有些會移入去波蘭 甚至移入去德國 這些就有的 但是俄羅斯境內的確有很多猶太人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打完呢 是很多在蘇聯境內的猶太人 都移民過去 回到以色列的 以色列都採取了很多蘇聯的軍事制度 這樣說 這些題外話 但是先說一下 猶太人真是挺把炮的 如果是真的話 扶植了一個間諜 但是這個間諜呢 比得三勢 在1762年 登位其實就很短時間被推翻了 只有185天 就是說他由1月5日做皇帝 做了半年皇帝左右 7月9日就已經 俄羅斯內部的貴族就蛙變 你說要將國家全盤普魯士化 你就全盤傾斜去普魯士 你還沒坐穩 你就將德國大量改革 這麼奇怪 其實很過癮 比得三勢這個人 他娶老婆 歷史上超級出名的 叫做葉卡哲林拿二世 葉卡哲林拿大帝 即另一個翻譯就是葉卡哲林拿大帝 記住 葉卡哲林拿 葉卡哲林拿 如果英文就叫做Caffeine 有兩個葉卡哲林拿大帝 但這個儀勢很重要 你會看到七年戰爭的時代 裡面 俄羅斯是沒有崛起的 所以他基本上 連克里米亞都沒有奪取到 波蘭仍然是挺肥脆的 他只是奪取了幾乎烏克蘭的東面 或者大半 但其實烏克蘭的小半還在波蘭的手 白俄羅斯大半都還在波蘭的手 在那個年代 但是葉卡哲林拿 他登位之後 他去到他 任期差不多 他做到死了 他做了34年的皇帝 他堆壞了他的老公 做足34年 在他做皇帝期內 俄羅斯真的崛起了 因為俄羅斯是奪取到 克里米亞 而不只奪取到克里米亞 而且滅了波蘭國 跟奧地利和普魯士 瓜分了波蘭 很有趣 葉卡哲林拿作為 她老公 即是比多三世的老婆 其實兩夫妻 都來自 即是說 她老公 比多三世 是俄羅斯人 超級親普魯士 葉卡哲林拿 她本身是一個直接德國人 就在德國住 即是說她兩夫妻很大機會 在歸房之內用德文溝通 因為她老公很喜歡德國 但是由於當時俄羅斯實際上 沒有辦法容忍 全盤西化到一個地步 完全偏探一個 地史這麼大的普魯士 你瘋了嗎 所以貴族 就要推翻 比多三世 正面推翻她之後 就扶她老婆 當時她老婆 只有33歲 老公34歲 老公被人推到台 老婆33歲 接位 老婆 基本上幫她老公生了兒子 成為將來的沙皇 所以 基本上 葉卡哲林拿 是因為她 是母后 所以可以當皇帝 基本上俄羅斯歷史裡面 一個類似武則天的人 就可以這麼說 葉卡哲林拿 葉卡哲林拿 是武則天的 她的 管來就是一個 一個傀儡被捧上去的 但是她 而且是 德國人身份 但是她又很懂得 討好貴族 又很懂得 和捧她的人 她慢慢 由一個虛位元首 變成了實權 聽聞 葉卡哲林拿 其實也是一個挺任賤的女王 因為她 孤兒寡婦被捧上去做女王 她要坐穩的話 當然跟很多 貴族大臣 騙有軍權 去睡覺 去拿權 但是你說這傢伙 會不會 都是猶太人的間諜呢 不敢肯定 有可能 因為 因為 她 即是說 她老公 比德山勢做得太過分 本來可以整死普魯士 沒有整死 以卡哲林拿 她任內 其實她打死了波蘭 和德國瓜分波蘭的時候 德國 德國 普魯士 就是有好處 沒有吃虧的 即是 葉卡哲林拿 沒有做什麼 對普魯士不利 某個程度上 打死了波蘭 便益了你普魯士 可以說一句 她夫婦 會不會都是猶太人的間諜呢 不過葉卡哲林拿 她老公就太離譜了 她修正一點 和別人上床睡覺之餘 盡量幫俄羅斯擴張理土 也管理合議 最後打到 這個 惡徒萬帝國 失去克里米亞 又整死波蘭 成為 俄羅斯歐洲的民軍 但是 這個人 其實可能也有 令到俄羅斯 去有一種崇洋 一種親西方的程義結 就是說 因為在葉卡哲林拿 任內 很想會在法國那些 文系復興那幾個垃圾 什麼 什麼 盧梭 萬德思溝 那些 那些 伏爾泰 那些 她很想把這些人 或者把法國那些文化 引進去俄羅斯 她就說 我們俄羅斯人 要懂西方的東西啊 但是 所以呢 你說 由彼得大帝 去到葉卡哲林拿 就是兩個歷史上最重要的沙皇 如果你說俄羅斯最重要的統治者來說 列寧 這個 史太林 我覺得史太林比較重要 比列寧 然後呢 比特大帝和葉卡哲林拿 這四個呢 是俄羅斯歷史裡面 你必須要認識的四個重要的人 但是這四個人裡面有兩個呢 都親西方的情意見都極之嚴重的 就是由彼得大帝和葉卡哲林拿 所以葉卡哲林拿會 可能會令到俄羅斯有一種 都是培養俄羅斯人有一種很畸形的情緒 那個情緒就是 哎呀 又 又要 傾慕西方 希望西方接納自己 但是西方 覺得他非我俗裔 你相信東正教的時候 他又在那裡 很生氣的 又發脾氣的 那 現在俄羅斯呢 去到近代 去到最近 去到俄乎戰爭之後 就開始 對西方這種有愛有恨的關係 終於放棄了 變成了 是 是真的說 我不介意 我有蒙古人血糖 我不介意親東方 東方令到我們可以跟西方撐起 我不需要傾慕你 不靠你就不靠你 我走我自己的路 那樣 俄羅斯呢 這種親西方情意記呢 竟然拖這麼久 拖幾百年拖到最近才能改 這個都挺過癮的 先說這樣 如此